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我是小编 很多人都喜欢喝胡萝卜汁 其实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另外一个更好的健康饮料 那就是甜菜根汁 甜菜根汁由于独特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组合 可提供一系列健康益处 研究人员已经证实 饮用甜菜根汁与降低血压,减少炎症和改善运动表现之间的联系 我们来了解一下 甜菜根具有几家的营养特性 包括大量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它还含有独特的生物火性化合物 被称为甜菜碱,可有益人底的健康 此外,甜菜根汁还具有抗氧化剂 它能够降低氧化应激 研究发现它与改善癌症 炎症性疾病和心脏病是息息相关的 甜菜根汁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了 野酸,它对DNA和细胞健康是很重要的 维生素C,它能够帮助伤口愈合 和免疫系统功能中起到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B6支持新陈代谢和红细胞生成 钙帮助骨骼的生长和力量的必需矿物质 铁是帮助红细胞携带氧气 梅,蒙,铃,铜,铅等等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 甜菜根还含有其他异化合物 硝酸盐就是负责甜菜根的深红色 这些颜料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盐和抗肚性 硝酸盐是指一族改善血液流动和促进心脏健康的有机化合物 此外,常喝甜菜根支还能够改善血压 甜菜根支有助于降低人的血压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它们的硝酸盐含量所导致的 甜菜天然含有大量的硝酸盐 人体会将其转化为一氧化碳 该化合物可扩张血管,改善血液流动 并降低总体血压 所以小编在这里非常推荐高血压患者 每天可以饮用一杯甜菜根支 对降血压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疗效的 再来,甜菜根还具有丰富的铁 是红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铁,红细胞不能在身体周围输送氧气 铁水平低的人时常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症 在饮食中添加铁来源可以降低这种情况的风险 缺铁性的朋友们 通常会出现这些症状 包括了疲劳,头晕,呼吸几处,头痛,心跳加速等等 所以,患有贫血的朋友们 每天可以喝一杯甜菜根支预防贫血 再来,甜菜根支还可以保护肝脏 它所含的抗氧化剂,维生素A,维生素B6和铁 这些化合物有助于保护肝脏免受炎症和氧化应激 同时增强其消除体内堵塑的能力 那么,每天要喝多少甜菜根支才有效呢? 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 每天喝一杯250毫升的甜菜根支 就可以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了 而且,这种果汁并没有任何的严重副作用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饮用 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由于甜菜中的天然色素 定期饮用甜菜根支会影响尿液和粪便的颜色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粉红色或紫色的尿液或粪便 这种颜色变化只是暂时的 并不需要担心 但是,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由于甜菜根中含有高浓度的草酸盐 这可能会导致患有结舌疾病高危人群的肾结石 所以,肾结石的患者建议不要饮用 大家可以通过生吃煮熟或饮用甜菜根支 来得到甜菜根的健康益处 榨汁甜菜含有许多有益的营养成分 烹煮过程可能会影响营养元素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将甜菜根榨汁 饮用对身体更加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明晚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